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机器的口碑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三月份也就这个月呢 微星推出了一个它的青春版本 叫做G273QPF这么一个机器 我们今天的评测就来看一下 这个机器到底的表现是怎么样的 在开始今天的评测之间 我先顺便提嘴 我们先来把微星的五个系列给来盘点一下 这五个系列分别为G系列 PAG系列MAG系列 MPG系列以及MEG系列 G系列是它入门级的系列 PAG系列是国内开模的 今年有可能会停掉 另外就是国际三大将 MAG系列MPG系列以及MEG系列 我们今天测试的G273QPF 就隶属于微星的基础入门及G系列 介绍完它的背景呢 我们接着按照惯例来先看一下它的包装 整体这个包装和MAG274大哥 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它配件 打开包装呢 微星的G273QPF采用了双层泡膜 作为防征结构 泡膜的第一层呢 放置了它全部的配件 它分别是一条电源线 一条DP线 一个电源设备器 一个底座 一个支架 一个说明书 以及保修卡 另外它标配的壁挂安装的螺丝 拿开泡膜的第一层呢 下面就是显示的本体 接着我们来把G273Q把它装起来 然后来看一下它外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整体的安装呢还是比较简单的 底座和支架拧上面 工具安装的螺丝呢 支架上半段在卡扣上面板以后 再拧上两个螺丝 就算是安装成功了 虽然安装不算复杂 但是相比大部分显示 可以直接卡扣上个拧螺丝 这一点呢就有改进的空间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整体外观 我们先来看一下正脸 整体正面呢采用了三边窄边框的设计 底边边框做了一个流线型的设计 底边中央有一个石刻工艺的微星logo 底座的设计呢基本上和PAG系列是一样的 底座的靠背处呢还有一个微星的标志 接着我们来看背面 背面整体呢采用了不对称的设计 上部和中部都预留了一条散热条的设计 但是没有灯光的效果 左侧有一个石刻工艺的龙盾logo 挺好看的 左侧的下方呢有一个红色的五项摇杆键 开关键呢则被设计在面板的底部 支架部分呢它支持升降中心周旋转 左右各九速的垂直旋转 并且阻力感非常好 这一点值得点一个大大的站 机构方面它配备了一个DP接口 两个HDMI接口 一个3.5毫米的耳机接口 一个电源接口 相比MAG274呢它阉割掉了USB的接口 接着我们来把机器点亮来看一下 开机 屏幕的中央是微星的logo 右下角呢还有一个HDMI的标志 整体这块屏幕的第一光感非常的好 它甚至要比MAG274的这个第一光感还要好 因为它这个没有MAG274那么的浓郁 然后整体的字具各方面真的非常不错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它的OS机菜单 整体上它的OS机菜单呢 基本上和MAG274几乎相同 我给大家过一下 值得一提的是它的OS机菜单呢 支持多种多样的准心调节 并且准心的位置也可以进行微调 这个做法还是非常不错的 接着我们来设置一下摄身 微星G273Q呢可以设置到165Hz的8bit全范围 设置到10bit呢必须是有限范围 另外还有一个点 在实际的测试当中呢 这个机器可以支持4K映射 在玩PS4的时候可以实现4K的输入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机器的游戏体验 和观影体验是怎么样子的 整体游戏方面的体验呢 微星G273Q从响应速度来看 它和我之前测试了8.2的MAG274的 这个整体表现的几乎是相当的 由于它没有采用量子点的背光啊 它没有MAG274那种画面过饱和的现象 整体的显示效果居然要更加的好一些 接着我来讲讲这个显示器的夜视功能 这个功能呢在大部分的显示器被称为 暗部调节功能 微星的这个夜视功能 可以说是我见过的暗部优化效果当中 属于是第一梯队的 非常接近卓威的暗部调节功能 另外它的选项当中还有个AR调节功能 开启之后呢 可以根据不同的场景进行暗部控制 这一点是我第一次见到 如果游戏当中一直开启AR夜视功能呢 整体的画面的保留和暗部的体量 都可以做到几乎毫无违和感的感觉 这个确实非常赞 接着我们来看观影方面的体验 整体画面的还原度啊是比较的真实的 画面的色彩的通透性和亮度表现 都值得被肯定 可惜它没有HDR的功能 这点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 接着我们来对G273Q这个机器 进行数据的分析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面板 通过进入工程模式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机器的面板 显示为M270DN08.2 这是一块友达最新的快速液晶面板 和MAG274用的一样的液晶玻璃 不过G273呢 没有采用MAG274的量子点的背光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色域表现 通过精准的三四桌标计算呢 微星G273Q呢达到了130.8%的sRGB的容积 色域天地板排名第24名 表现是很不错的 色域覆盖率方面 通过DWC的测试数据啊 微星G273Q呢实测99.4%的sRGB覆盖 78.6%的Adobe RGB的覆盖 92.0%的DCIP3色域覆盖 表现尚可 色彩精准方面 微星G273Q在默认的模式下 是色彩空间DCIP3的 我们测试它DCIP3的色准 平均色准值3.2 最大色差值8 蓝色的溢出比较明显 表现是比较一般的 亮度方面 实际测试下最大亮度302.8L 和官方宣称300L 几乎是一样的 亮度天地板排名第40名 进来对比率方面 微星实际测试下来 1061.1 对比率天地板排名第32名 表现还是不错的 可这角度方面 通过实际各角度的观测 微星G273Q整体观感 还是非常不错的 各角度都没有明显的色差 均匀度方面呢 微星G273Q在15公哥的白点测试下 最大差值7.62% 均匀度天地板排名第3名 表现非常出色 最后的核心重点 响应实际方面 微星G273Q有三档 灰机速度可调 分别是正常快速最快 通过一系的测试人 正常模式上6.42毫秒 快速模式下5.1毫秒 最快模式下4.18毫秒 实际观察下来 只有最快的模式 才能看到比较明显的鬼影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响应实际天地板 G273Q排名在 响应实际天地板的第12名 稍逊于MAG274的表现 大千块钱左右的价格 买到8.2有达 最新的快速液晶面板 这个是超值中的超值 因为响应速度非常之快 显示效果也非常好 性价比真的非常高 第二点 就是它没有大部分的那种 广色域的那种显示器的 过饱和的现象 这个整体表现还是比较素的 还挺不错的 然后均匀度的表现 也非常出色 百分之七点几的差值 真的非常优秀 排名第三名真的很好 第三个就是做工支架 它整体支架支持中心轴旋软 支持左右各九速的垂直旋软 这一点真的在两千块钱以内 也只有小米能够打一打 那好 那我们来讲讲缺点了 第一个点就是它是OC 它并不是一个原装背光的 和MAG274一样 它是OC 这个我们要给它减分 第二个就是HDR的效果 HDR它就没有 它没有HDR的情况下 HDR10的硬解也没有 HDR的这个假模式它也没有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以接受 我个人是不能接受 如果你对这个怎么讲 如果你对HDR有需求 那这个机器可能就比较遗憾了 对你来说 如果你没有需求 那这个对你来说就是一个神器 那再来讲讲几个 我觉得是遗憾的 就第一个 就是微星的那个非常好用的 Gaming OSD软件 这个机器是没法用的 第二个就是明明模具 已经开好了 有那个灯光的那个孔位 但是呢它就是没有开 那有人会讲说 我就是不要灯光 但我还是那句话 我还是要传导那个意思 什么意思呢 就是灯光效果 你有放在那 就是加成本的 然后呢放在那个地方呢 你可以开 你也可以不开 这个我觉得 我觉得你有这个权利 那如果是厂家没有安排这个点呢 那就你连开的权利都没有 对不对 OK 这就是本期微星G273Q的全部测试报告 希望大家还是一如既往的 给我们数字散脸 好 这就是本期的报告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